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达1200万人 而日军因决堤而伤亡者也只有7400余人 以水带兵之色的本意是阻挡日军 黄河绝口之后呢 也的确给日军新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不过这都是暂时的现象 日军并没有因此停止前进的步伐 也许是估计到这个事件会引起国际影响 在花语口决堤发生之后呢 国民政府失口否认此为中国军队所为 而这个恶称此系日军轰炸所致 即使在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也仍然坚持这个说法 迟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 相关文件才逐渐解密 证实了当时是最高当局下令决堤的